香港時間到澳洲西部時間晚上10點半 本來都想講澳洲的 但今次我講澳洲這個就先講這個突發 澳洲政府宣佈 我想是對大部分仍然在澳洲的香港人 包括BNO在外 採取一個極為寬鬆的永久巨脈流政策 基本上有幾類畢業室簽證 暫時工作簽證 如果你拿著那些的話 基本上澳洲會有一條很寬鬆的Stream 讓你留在澳洲 不用計分,不用計入色 比廖斯倫還鬆 唯一是所謂的 要作出體格財品甲檢審查 但品甲檢審查最主要應該是對付藍絲 所以如果 因為它是一定要過澳洲情報機關 所以那些 如果你在澳洲 你發現有藍絲 你踴躍舉報給澳洲情報機關 是絕對有用的 因為澳洲情報機關 如果有資料 覺得這個人好像有些問題 是可以不批永居給他 但是這個 突然間大舉放寬的永居 這個就很令人意外 但是也可以看到政策大方向 這個就回應美國DD的做法 你知道美國DD 幾乎就快地留 但是有些人說 DD完了之後會怎樣留 其實那時候就會有一條拉比 類似當年 決簽1992年的中國學生保護法案 現在就似 叫做就地逗留 總之就地救生艇 我覺得這個機會就很大 首先我第一件事說 為什麼BNO會在這個計劃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 現行的BNO visa 是不可能 涵蓋這幾年住在澳洲的人 你看到澳洲人 你遇到現在是歐盟的那些 BNO 應該都是用這個手法 歐盟的BNO 或者特戶也好 不管的 我猜就不管的 總之你去當地我就留在這裏 這個 這個就很清楚 澳洲現在就用這個手法 你在當地就地留在這裏 就是之前 處於extend五年那個之後 你跟著 如果有些已經over了五年那些 就麻煩你現在跟我做永居 不要煩 這個叫做就地逗留計劃 亦都跟局勢 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BNO visa 這班人是不可能申請的 OK 因為你這幾年住在澳洲 通常居住在澳洲的話 就很難說你給BNO visa 裡面那些超過四年以上的那些 就很難的 老實說 這是第一 第二 英國柳家自由行動協定 快要催行 你看到他的Hong Kong Stream 是寬得很離譜的 因為他比廖斯倫更離譜 廖斯倫是他的兄弟 這個我想是他最後的 BNO會出回來的 那條Stream 我估計會出回來的 現在頂著我 應該最後是英國柳家自由行動協定之下 會有一條Stream 那個也是UKStream 其實 因為你現在知道 英國柳家在談自由行動協定 我相信 澳洲是跟英國有批准了一些事情 要不然他不會連BNO也吃掉了 因為你知道 BNO會涉及英國柳家自由行動協定 那個問題 其實 我相信他有一些批准在裡面 但是第三 就地逗留的最大的原因 我想跟美國DED一樣 是他對現在的局勢極為悲觀 這個才是一個關鍵 我之前DED已經說過 所謂就地逗留了一個很大的 BNO也收到一個很大的 我眼中 這個是代表了 美國的評估 軍事評估的反應 就是 香港是有可能被捲入戰火那邊 所以 現在 要盡早 作出撤離行動 免得 其他人 你可以感覺到 澳洲和美國 是收到情報消息的 這個是基於情報作出的決定 如果是基於情報作出的決定 那你自己會聰明 我就好 我只能說 這個不是一般的決定 這個決定是因為 有一個智能 智能 告訴大家 原來 那件事是這樣的 OK 就是 我告訴大家 有可能 台海爆發戰爭 或者 習近平會發電 因為 你知道 蔡英文這樣 攤牌 其實你用過正常很多 都想到 你不知道習近平玩什麼 11月8日之前 如果不知道 11月8日會玩什麼 的情況之下 現在 澳洲的做法 就變成好合情合 所以 你問下一輪 應該下一個 就輪到歐洲 歐洲更新聽 應該就是 等德國聯合政府 那個 談判 完成 德國聯合政府 預料12月中 就上任 所以 歐盟更新聽 隨時比12月中 因為你看到歐盟的 對台灣態度 越來越硬正 基本上 基本上 其實我這個 昨天也想說 就是歐盟 就是 去信過 這個 去信給 這個 那些 叫做 Formosa Club 就是說 他們會支持 立陶宛的決定 在台灣問題上 你可以看到 歐盟轉眼轉到這樣的 基本上 是沒有可能回去的 是歐洲那些香港人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我不管 你因什麼 有什麼 身份偶在這裡 我不管 已經大家知道 是 你現在這個 什麼局勢 是爭取英國 怎樣處理 我純凸湖 我批人口 沒有給救生艇 現在 就是final question 是不是用就地 鬥牛政策 給他們留在這裡 但是那個 其實不需要一定 一個立法 那個可以有 一些方法做的 因為人數不多 以及不鼓勵 因為始終 英國已經背過BNO 那條數 BNO 已經是 已經是處理 如果澳洲這種 那麼鬆的 永居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BNO 那個 都會再送一點 都不足為 甚至就是 會不會 finally BNO 會有一些 Immigration的特別安排 現在 是在做這些 過渡安排 因為 譬如有些BNO 護照 有些奇怪的 但那些奇怪的 本來不是壞的 我告訴你 那個 應該是為某些事情 做準備 而作出的 臨時安排 你可以看到這麼多 這些現象 你可以看到 一件事就是 美國的救生艇 除了一艘地頭 應該都會很鬆下 美國 澳洲這樣做 紐西亞都會這樣做 紐西亞 紐西亞 會跟的 因為紐西亞和澳洲的 Immigration Policy 基本上 是會 會整合的 雙方 會談過 因為 你會影響兩地的 那個流動 始終 你要明白 澳洲和 紐西亞人的關係 很特殊 因為曾經是考慮過 組成一個國家 的 如果真正是老成 距離太遠 沒有辦法 還有這個 就地 這個當然 我講了很多次 就地的準則 證明香港 紅利險 但這個 另一面 我可以反映 就是未來的香港 如果從光後的香港 是誰的照顧 應該是澳洲和英國共同照顧的 應該是 應該是 英國的自治領 英國的一部分 可能是英國的國家 但是很多東西是澳洲會照顧 因為始終地理位置的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 澳洲 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 這四個國家 是會互相照顧對方的領地的 其實 最典型的就是那十一島 我經常說那十一島 你也知道那十一島 十一島很高興教 那十一島的總督 是由英國駐紐西蘭最高專業兼任的 英國是會授權紐西蘭代位審的 即是那個島的集體水十一 那件事是紐西蘭審的 是英國授權紐西蘭的 確實擁有Jurisdiction去審那十一島的案 因爲十一島的島民 跟尿西蘭之間互相純子相義 即是某程度上可以互相自由行動 因為地理位置問題 因爲英國以往把那些屬地 譬如某些具戰略位置 重要性的屬地 就是譬如他拿不走 又不想交給新政府 他會交給澳洲或尿西蘭 最典型的只在聖誕島 不放放斯群島 聖誕島主要華人住的 說廣東話華人住 Cocot-naisrons 是馬來人住的 信會教的 那個是馬來亞的 應該是馬來亞的 但是在新加坡獨立之地,原本是跟進新加坡,海峽殖民第一部份 他們是新加坡屬土,全部都跟進新加坡 但是在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之前 英國就要求新加坡買這兩個島給澳洲 所以現在是澳洲屬地的 澳洲就負責 take care 的財務 北歐都有這些傳統的 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代為管理的紐芬蘭 然後有些加拿大會不會有新的聯邦成員在加拿比海 有些人這樣討論就是因為可能英國的領地有些可能都是加入加拿大 當然有些是前籍問題獨立,但可能獨立之後他不太能照顧自己 有些就說不如加入加拿大 成為加拿大聯邦的一員 就是有這樣的考慮 一直都是這樣的 這四個國家互相之間 英、澳、有加是互相照顧對方的地方 所以有可能 因為澳洲不會隨便開一條這麼鬆的線 有人說澳洲的移民政策 時花、時別 我明白 澳洲有一條底線很清楚 就是他最鬆的那條線永遠留給最重要的兄弟 所以澳洲以往來說 最寬鬆移民的那條線一定是廖斯林的比 因為廖斯林是他的兄弟 大家攬頭攬頸 要不然怎麼會有一個好好的軍團 就是大家同身共死的那些小弟兄弟 那但是 現在來說 我就想 香港以後都是這個系列的 無論你是Under British也好 還是Under 成為一個類似加拿大、紐西蘭的自治領党 所以我不贊成自治領党的方案 暫時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熱狗問題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人的照顧就是那個級別的照顧 所以他就是以特區護照和BNO為基礎 因為你是真香港人 suppose是真香港人 我猜你之後 所以特匯他會加一個關 就是要被澳洲情報機構審 你好像黃向墨這樣的人 你就不要想 黃向墨那些為什麼被人廣州 所以如果你是特區護照的 他就會 ASIO ASIO就會審查得很厲害 我猜 ASIO是主要ASIO打關 總之就是如果ASIO有照顧的 你跟中學影視官有關的 那些就不要這樣 他就可能乘機 你申請永居的事說得出去 免得了 其實大家要意思一件事 其實就是澳洲和 澳洲和這個 香港的這個做法 是一個大變局的開始 已經是Moradam救生艇 其實 這次你可以說 是一個重大的格局轉變 所以才 所以 為什麼之前手上Morrison 一直說 我們要有門額 第一 第一 澳洲有幾嚴重的 Anti-Immigrant 這個 第一 因為澳洲移民政策 不會全世界最緊 也不會搞到 澳洲的Immigration Group 更複雜 比英國十幾倍 英國也沒那麼複雜 澳洲那些是一條雲 澳洲那些 但是另一個 就是 我覺得 手上Morrison 其實也預計了 會有今天 你記住 一定會有今天 但是手上Morrison 在那個時刻 他不可以說 有這一天的發展 因為 他 香港的救生艇 那個進展 是跟軍事有關係的 現在變成 現在變成像 類似赫布爾的情況 那赫布爾的經驗 告訴大家 太遲的救生艇 是會出事的 雖然很多人都嫌 現在已經很益時辭了 但是 如果按照赫布爾的進度 現在肯定 香港就比赫布爾更快 當然 我告訴你 那問題就是 你赫布爾那次 合藝班失敗 他看到就是 你中國 Orchestra之下 那些人是會發瘋 你是不知道 開到哪一半的 那你不知道開到哪一半 他現在第一步 就是所有可以就地鬥 都先搞 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logic 所以為什麼 除了歐盟 歐盟是特別慢之外 為什麼 澳洲 為什麼 這個 紐西蘭 為什麼 台灣 為什麼 紐西蘭 為什麼 澳洲 為什麼台灣 為什麼英國 為什麼加拿大 就是會有一個差不多 近乎一致行動的 拯救安排 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已經 比當年的 香港 香港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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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支援 公共支援 其實 現在就是當年 香港 國際 公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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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都是 那裡發展出來的 沒有夠申請 是由零開始 所以 大家要感謝 李柱銘 和劉慧卿 當年做了很多貢獻 或者是90年代 因為他們有些事情 未成功 不代表 有些事情 你今天不成功 但是你會留下一些事情 的基礎 日後 第二個人做的事 就會更容易 這件事情 所以你不要說 跟李柱銘 劉慧卿都沒有關係 那些 有些藍絲經常在那裡 罵什麼 李柱銘 劉慧卿 我心想 沒有李柱銘 劉慧卿 你可以拿著 第二個國家的護照 我真的 直接 從加拿大 梁柱銘 那些 喂 沒有李柱銘 跟劉慧卿 那些人一起出去遊說 你這傢伙在加拿大 你吃屎 梁彥成 那件事很簡單 其實很明顯 現在 你現在大舉開放 這個是 在一個軍事上 一個 不祥之兆的情況之下 現在首先 就不要讓那些人 再離開 再回香港 這是他第一個目標 所以你現在在澳洲 那些人就不要再回香港了 我想第二步 就撤僑 以及叫那些人走 進一步開放 給那些年輕人走 我覺得是第二步 因為 英國就一直 在挖人家走 英國 澳洲也一直在挖 那些最精英 有錢的人走 你一定有錢 有資金才行 這些計劃一定有資金 這個 但是我想 下一步 是那些 德區互接 我猜 真正最難的關口 是 拿著 那些家長拿著 BNO 就是不肯帶子女 那些 藍絲的子女 最慘的 藍絲的黃絲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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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會下一步 各國政府有一個共識 就是會有一個盡快的設計 可能就是 那些人是抵女政策 因為 如果你用抵女政策的話 我可以用回 就地鬥牛 這個計劃 我猜 年輕人就給抵女政策 但是你老一輩那些 就難些了 因為始終有一個問題 老一輩那些 還有很大機會是 是悲喪香港出生為標準 如果是中國出生的 那些又會再難些 原因 當然 我知道有些中國出生很黃的 我最特區護照的那些 或者 天旗 這個黃到金 對不對 那 但問題就是 也都很坦白 黃到金的人是很少數 很多是中共有任務起生的人 就很貴多 為了防範 因為中國已經成為敵國 為了防範滲透 那些人做事 認真是很清楚的 你好像南澳文化協會 那件事 其實那件事我打算 明早香港時間說 因為是給澳洲觀眾 早上看的 因為那件事是跟阿里巴巴有關的 我猜那件事會 結果會有人動阿里巴巴 誰搞這些政治審查 香港政府就沒有這個壓力 但是阿里巴巴就有這個壓力 阿里巴巴的高層 所以 你問 馬雲 要對 如果你要跟香港人收好關係 我猜馬雲 他的手下要自己做些事情 如果馬雲手下 在海外仍然是幫黨做事 就不好意思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你跟香港人為敵的話 就 香港人很難當你朋友 就是 我想 其實現在去到這個時候 你已經知道救生艇的圖片 但是 如果你去到年輕人有救生艇 或者底履政策 我就怕有風光 其實 這個有可能的 但整件事有危險性 整件事 還有 英國國籍法寶 都是 國家渝業法寶 這個我就可以輕入了 其中一個修訂 應該 過了 就是 華籍英兵 居英的修訂 應該過了關 華籍英兵 和B.I.O.T 過了關 應該會成為正式法案 如果是這兩個都過的話,我就想,BRT和華籍英兵這個都過的話,香港BNO的問題就差不多是解決了尾聲 因為英國國籍法這麼複雜,最大的項目是BNO 如果BNO都解決了,英國國籍法可以回歸,我估計那個架構可以簡單很多,跟著那些B.O.C.B.P.P.等一些人死就死,老又老 這樣就完結了,或是British Subject 應該就是這樣走這條路 但那時候你就知道,如果你玩到這樣的事情,香港就應該是End Game了 香港應該就是封關的時候 現在的救生艦,這個突然間的學校,為什麼突然間,不突然間的 那個是美國Orchestra,分了美國,拜登政府有一個Orchestra 應該都像的,都很像的 因為澳洲有很多防衛政策,它要跟英美升級熬了,差不多 這個像是拜登這些的延續 這個應該是一個大家談好了的一致政策 所以你看,所以香港裡面,你覺得好像香港沒有什麼 外面的人看,嘩大哥,風起雲湧 你自己想清楚,現在 你還沒看過台海這些,蔡英文攤了牌,習近平 還沒有反應,我也不知道他在上海開什麼 11月8日才知道,如果12月8日沒有要動,當然 我可能未必這麼害怕,但這個12月8日是短期的,我都不知道 這些真的有倒美容辱 那麼今晚第一節到這裡,第二節 香港時間晚上1點左右,因為會講軍事的 大家 感谢观看